好 那么就在整个中国的政经局势改变之际 台湾的电子电机工业同业工会 今天就发布了年度报告 他们说大陆的投资环境评比 已经是连续四年下降 业者就提出建议 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回流退场机制 协助台商在遇到困境时 能够全身而退 台商细径挑战增加 专家说包括资产泡沫 产能过剩 信贷泛滥等危机 尤其是带环境恶化 加重台商 种种困难 制造成本的曲线 已经在中国的优势不见了 人口红利 土地成本红利 跟这个所谓的原物料劳动力的红利 都已经不见了 可是早期的台商进中国 大部分都集中在制造业 这是我们过去的软乐 台湾电机电子同业工会 提出2014年大陆地区 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 发现中国投资环境率评分 从2010年的3.655 快速降到2014年的3.326 连续四年出现下滑趋势 而投资风险度评分 则出现连续三年的上升趋势 从2011年的2.252 上升到2014年的2.508 两者呈现死亡交叉的状况 显示台商附入投资策略 势必要做出调整 过去我们只知道进 但不知道退 那现在台商遇到很多的问题 官场的问题 当你不要经营 你官场没那么容易 这些土地怎么处理 劳动劳工怎么处理 你要付出好几倍的代价 才能够把人资人员遣散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过去 少去考虑的一些因素 近期传出中共以十倍的薪水 挖绞台湾人才 重创台湾高端竞争力 正为董事长郭台强也建议 政府要积极面对 对员工分合的500%房客开始 但我觉得应该更有积极的 这个方式来讲 鼓励 不管新创公司 或以上生公司的话 怎么样留住人才 台湾企业附入投资 相关经营风险不可忽视 面对大陆资产泡沫化 内需市场疲弱 除了转型服务产业 更应放眼世界 全球布局 青台电视卢典长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